这个地方性的这个 整个的知识结构中 那么这种承受到 这种地方性的知识结构中呢 我在这种领悟中呢 我慢慢变得就像一个学生一样的 我在面对所有的地方 相关领域的任何的知识领域 它的结构我都要去 去慢慢去观看 去分析去研究 不断去搜索去 或者叫用走访的方式吧 我要在这个整个时间的长河中 去真正进入它的内在的 那个文化的和文明的 内生的逻辑中去 我在这种状态中 我就可以完全去做到这一点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我的内心是充满了 对它的发现的喜悦 而且在这种发现中 我在逐步的去组织这种发现 慢慢却产生了出一种 就如何在这种当今的 这种我们的困境中 如何通过这种内在的逻辑 它的地方性的内生的文化文明逻辑 所演化出的它的所有的样态 中去发现一种新的一种可以改变 或者去可以突破我们困境的路径 所以在这个整个一个时间的过程中 和这种节点的累积中 还有包括在这种观察的反复的混合中 让我带来了对这么一种创造的理解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了整个淡淡艺术 我一直以为它只是呈现社会和阐释社会 但其实不仅仅是如此的 在我们在面对一个具体的乡村的现场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无形中 在和现场它本有的很多东西 来去共建一个解决当代困境的一个新的可能性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越来越理解了 在这种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关于改造的冲动 所以说在这个长度的时间的观察中 所形成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杨戈斯文 讲的很详细 我想问一个很简洁的问题 在你刚刚那个描述中 观察究竟是一个动词还是一个理词 对我来说观察是个动词 因为它和时间的概念有关 所以它而且要在一个现实世界的行动中去实现 所以它对我来说是个动词 所以它不是个概念 所以说在观察这个词的后面 我始终在强调它的IMG 就要加入它的此时此刻的行动 所以我特别的就受到了 关于海德克这个病的概念的这种产事 对我的这种启发 这个启发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也就是它这个产事 打开了我对整个的一个 我和现在世界的关系的这种观察的一个 一个巨大的领域 刚刚我讲过了 就是这个过程我是怎么被启发的 因为我在看那本书的时候 就存在于时间 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看过 因为这本书实在是太深了 我是在被一个海大的教授 在推荐给我 然后他说他在大学就是 他的研究就是研究海德克的存在时间 那么他在读本科 读研究生度研究这个 那么现在在大学当教授 他也是在研究这个 但是他说 他说我不能讲存在这个事 我讲不了存在事 我只能讲时间 所以说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是个巨大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正是因为这个巨大复杂问题让我产生了要去理解它的一个冲动 我当时在看陈家印的那本翻译书的时候 其实我在他的后继里面给我一些很大的启发 但是我看到这本书的前面就是海德克写的那一段里面 就是关于时间和存在的关系的那一段话 就是那段话我刚讲过了 就是说对于存在的理解要放在时间的维度上 但是关于这个维度 维度让我的理解 就维度这个词让我一下产生了一个 一个豁然开朗的一个空间 也是这个词打开了我的所有的整个思维 这个词当时我在中文翻译叫做维度 但是我在有个疑问就说 那个怎么叫是个时间的维度 就存在和时间的维度是什么一个维度 就我当时就找到了那个英语的这段话的这个原文 然后后来也说在网上说说 找到了德语这段话的原文 其实那个德语我忘了那个词了 但是英语的词叫做Holison 好像德语也差不多接近这个Holison Holison的这个词 那么在它其实包含什么包含的地平线 那么当一个地平线 对就维度 维度其实就是包含的地平线 那么在中文的维度里面 它和地平线 它在这两个在词意上有关联性 但是我们很难去理解这个地平线 但维度是一个相对抽象的一个概念 因为地平线是一个具体的视觉概念 那么当我们能够理解一个视觉概念的时候 我们作为一个 我作为艺术家本身 我是很容易理解这个东西 所以我通过一个地平线 突然发现了 在这个地平线的这个维度中 它有空间概念 有时间概念 就像说我们在看一个地平线的时候 我们看到远处的山层层叠叠 但是当我们在正样的空间 类似于上帝的视角来观看这个大地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确实有山川河流相互折叠在一块的 但是在我们平时它确实是一条线 所以这条线它包含了时空感 所以包含了时间空间 还包含了我们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的这个行动 所以在这里就触发了我对这个观看 这个动词的理解 也触发了我在节点和时间 以及节点的累积 也触发了我对于这个一个词的一个理解 就是research的理解 还触发了我对这个研究的这个言的理解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我带着这么一系列的这种 豁然开朗的这种心境 我再重新回到我的故土 回到我自身的那个身份 那个岛民的这个身份 那个时候我再来去观看的话 我发现海南岛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 我突然感觉到海南岛和外部世界的连接 因为这里开始出现一个空间的概念 我开始出现了地理学的概念 我开始出现了在时间的概念 我开始出现了行动这个in 在这个动词中后面再加个in 再加个img 就再加个现在是现在这个动词的这个概念 现在进行时的概念 就使得我累积了所有所有的一切的这些因素 让我敞开了对所有这个世界的研究 所以这里面也影响了我后来的 就是提出海岛乡村的地理学和文化学之间的这种混合的研究方式 和这个是紧密关联的 然后你年轻一代你来提问题 我刚好就也记了几个问题 就是您两位刚才说到好像 像梁老师说到海南在历史上的近代历史上的这几次巨变 还有文文老师所说到的这个海南岛它的地方性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对海南也不是很理解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海南岛的理解也不是很多 所以想让两位能不能具体的讲一下这个 先请文文讲讲你是海南人了 海南世界是广东史的一部分了 对那么我们就是海南了 不我就我们因为我是想 我不想介绍海南岛历史 因为那些在网上一搜都可以知道 我只想介绍一下我知道的就 海南岛在整个近代的一个改变 它的一种非常重要 就在刚刚的这个海南岛的就是地理的这种这种特性吧 以及它和外部世界的连接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一直在观察海南岛的这个乡村世界的时候呢 我在提出个为什么提出海岛乡村这个概念 其实提出海岛乡村的概念 其实它是基于两个这个基本的一个框架概念 第一个是陆地性 一个是海洋性 那么海洋性中它的海岛的特征呢 它岛屿特征是一种游 就流动和开放的游的这种特征 那么那么这个大陆的陆地性 它的乡村特征是一种居的 是一种稳定的一种农耕文化 但是呢在海南岛呢 它具包含了一种一种海洋文化 同时它也包含了这个来自于 内地的和本土生成的这种 这种这种农耕文化的混合体 所以它这种游的这种特征呢 它既显现了在我们的身体的游动 以及在文化的游动 同时也显示了这种 这种地理上的这种游动与连接的特性 所以说在这种居和游的之间 这种观念性中呢 海南岛它自身的这种特性 它是个怎样的特性 它是一个完全的一种封闭的地方性呢 还是一种开放的连接的世界呢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有一些理论家提出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就是说通过海岛来看世界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的确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再去理解一下 就整个从1950年以后 就是海南岛它的整个的改变 可以看到它和外部世界的关联性 所以在这里我发现 其实一个海岛的乡村世界 以及海岛世界 它其实是在和外部世界的紧密 关联中被相互塑造 而在195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刚刚是 我们叫做海南岛叫解放 那个共产党的军队 把国民党的军队就是 就是打败 国民党的军队就被赶到 或者撤队到台湾去了 那么共产党的军队呢 开始进入了海南岛 那么当时的中国 也是刚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整个在军事工业 包括国民经济的整个发展中 都是非常的困难 而那个时候呢 中国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国家的栽培物资 就是橡胶 橡胶在整个的 全球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非常紧张 而且控制非常严格 但是橡胶作为军事 以国民经济中的建设来说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 所以这个物质在当时的 整个的国家的 整个的意识中 或者的理念中呢 它是一个重要的 就是叫做国家物质 而且是重要的 包含了军事意义 和工业生产意义的物质 但是这个时候呢 中国在面临着 就是外国的这种 资本主义国家的 或者是另外一个阵营的 这种封锁 在这个过程中呢 怎么进行相较的自主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么所以说在当时的海南岛呢 是对 当时的海南岛是中国最南部的一个区域 而这个区域 大量的原始森林 还有未啃荒的土地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国家在这个时候 把它海南岛作为一个塑造新的国家 去反对帝国主义封锁的一个形象 而且这个形象是通过实际的生产和开发 和科学研究 带来的一个实现的过程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在这里面已经开始提出了 就是说怎么去通过科学的手段 去突破自身的困境 怎么通过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 来是实现就是国家的发展 所以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很多 就是既有问题又有意义的这种相互交接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面临的问题就是海南岛的纬度 是在大概在18度到22度之间 就是北纬在18度到22度之间 就18点起吧 18.6还是18.8 那这样呢 在橡胶生产中呢 被认为一个极限 就是要在热带的北纬17度线以内 15度线是最合适种植 所以在东南亚是很合适的 所以说橡胶生产在这种非热带地区 它是无法种植的 海南岛超了几个纬度 所以说当时整个就是 政府为了突破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建立了大量的研究的机构 包括现在大量生产建设兵团 通过边种植边科学研究 来去实现这样的橡胶种植的突破 结果在大概在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应该是彻底实现突破了 所以在整个的六十年代 开始大量的种植在海南岛 而且为了这种种植呢 就在海南岛建立了100多个农场 这种种农场是最早属于军事化的 农场就属于军队直接转 转成地方的生产单位 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一个机构 来去进行全面的海南岛的种植 那么这是一个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一种 就是海南岛的对和外部世界 相互塑造的一个关系 它实现的是国家的意识 国家的这种重要的这种 军事工业和经济生产 和这种安全保障的 这种角色的塑造 那么到了 那么到了整个改革开放 到了八十年代的末期 改革开放呢 海南岛又成了什么 又成了中国的现代性 和成熟化的实验场 那这个当时的整个 中国改革开放的 最早的区域 就是深圳和海南岛 所以海南岛和深圳作为 最大的经济特区 来实现整个中国 对于在政治和经济实验中 一个重要的一个实验场地 所以说这里面又再一次的成为 什么海南岛成为一个 被外部世界共同塑造的一个区域 那么到了八十年代 分产道户 整个海南岛的地理的改变了 也在这种分产道户里面 由乡村的村民 或者叫农民 他们通过自觉的 这种经济的种植 又推动了整个橡胶 对于整个海南岛的 所有的地方的 山地的林地的覆盖 这是一次 那么到了大概在 九零年代的经济的发展 的一个增长期的时候 乡村的村民 又开始自觉地走向 一个新的经济作物的增长 以及热带农业的开发 那这些都是来自于 像台湾的那种农业商人 或者是农业技术人员 包括台湾的农业技术 等还有包括国外的一些 经济的交往关系 包括全球化的这种连接 这种打开包括那个整个 中国的制造技术的进步 比如说公路的开凿 的技术的进步 包括那个就是建设的速度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动购机 可以在那个山东里 就是通过强大的动购机 可以迅速地打通那个隧道 能够建立很 就是非常建立 非常高质量的这种高速公路 而且造桥的技术 非常的高 非常的 速度非常的快 这些都带来了在90年代 一直到2000年到今天 整个海南岛和外部世界的连接 和相互的塑造 那么在后来的08年 又国际流岛 在这种经济的这种发展的塑造 包括最近这几年 刚开始提出的自由贸易岛 这种都属于国家战略 所以说海南岛作为一个海岛 它并不是一个公立的 它其实是一个整个一个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在整个中国的发展的 这个背景下的一个 注影或者是一个角色的塑造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 这种海岛的岛屿世界 和这种外部的陆地世界 它的紧密的关联性 它其实是处在一个开放 和相互塑造一个角色状态中的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 乡村世界是不断地在产生流变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它不断地面临着什么 面临它自身的传统 以及它自身的文化 它的文明的脉络 它的整个生活的地方性的脉络 在不断地被改变 也在不断地被外部世界塑造 这个就是整个一个 就是近代的一个状态 杨老师去年来过 他也可以看看谈谈他的观感 海南的确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地理区 在中国 它在中国历史 在中国这半个世纪的历史上 我觉得它的重要性质在飘忽 但现在已经无庸置疑了 海南独立建设就是一个信号 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 以陆地为主的一个路权国家 中国其实长年以来没有海权概念 下海就是离开祖国了 这个海南在明清两代 整个东南沿海 一直到海南这边 一直到越南 这个都是海盗横行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什么地方 第一个 海洋的贸易的利润极其巨大 这个你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贸易史的话 就知道澳门 为什么那么重要 不仅它是东西方的一个交流渠道 而且从商业角度来讲 它的利润极其丰厚 但同时海洋是个巨大的冒险 那么我觉得今天 海南的重要性就在于 它是真正实现中国 从路权转向海权的一个关键地方 因为我们面对广阔的南海 这是一个全球热点的地方 那么这个事不变 对海南带来重大的一个契机 带来一个变化 就具体地域来讲 本土性就更加凸显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观点 就是所谓全球化就是本土化 或者说我们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全球化 我们只是把全球化看成一个链接 贸易和经济甚至政治的一个相互链接的网络 但是拿什么去给人家链接 你只要拿本土东西 去给人家链接 这个在中国 如果说在中国找一个亚满的话 最早的亚满就澳门 澳门是全球化 早期独一无二的存在 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第二个当然就是香港 其实上海 上海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海洋的关系 那么海南一直处在重要又不重要的状态中 改革开放以后海南作为特区 它的发展也很奇特 不像深圳全力以赴 全国力量冲过去 变成一个巨大的一个城市 一个成功的一个城市 但海南如何才能够找到第一桶金 如何才能够寻找到经济起飞 当年海南的房地产开发 尤其当年汽车 搞得走私 搞得非常的轰烈 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意思 我说海南几次往前跃进 都带有很独特的地方的那种乡村野性的风格 又是在国家政策的允许范围内 但他却要寻找突破 由于突破太厉害了以后 又赶了而止 停下来了 这造成海南的一个破旧化的状态 那个破旧城市的破旧化的状态 一直到了海南独立建省 这个破旧化的状态才有所终止 那么今天海南这个重要性不言而遇 上我跟龙凤兄去海南的时候 我不断感慨这个巨大的变化 是吧 我跟龙凤兄说 我姐姐当年中学下乡 到了就是白沙 就是割胶 所以我对割胶有一种奇特的童年回忆 但是今天据说那个海南的胶数 已经不重要了 画在另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书 这个赵子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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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安树 安树也变成造成了安树 那么这个海南的变化就意味着什么 这种复杂性 我觉得 龙凤一直以一个地域为出发点 以一个地方性为归结点 但是却以一个全球化的视角为展体 以一个跟时间利切挂钩的观察 这个行为为通道 所以我刚刚就问他 这是一个名词 他这个动词呢 我觉得龙凤兄非常机智 这个动词 因为他跟时间围堵的关系 但是他引用了他那个那个概念 这个维度不是那个我们是通常以为 Dimension那个维度 而是Halizen就是地平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由动词出发 从时间延伸 而空间化的 一个存在 它是一个从动词开始 却变成一个名词的一个形而上的概念 反过来在翁芬的作品中 就包含了一个复杂的一个组合 复杂的一个组合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就是在地性是它出发点 本土化 本乡变化是它的目标 但是载体却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 这个恰好说明了 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深度 它不是简单的 我们所以为的 仅仅在西方寻找一些什么灵感 不是 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 我们的目标是 如何使这个土地上的经验 通过一种全球化的方式 而上升国际的经验 不是向国际简单输送 我的乡土的气息 也不是简单把国际上的那种 继承概念拿过来 安在这个地方 而是实现一种复杂的转换 而这个复杂转换的背后就是人的转换 这是我们的经验 我们恰恰就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经历中 也沉达到今天 小龙你觉得呢 我有一个观察 就是因为我天天在空间里面 看着温芬老师的作品 那我是发现 就是《消失的风景》 这个作品里面 其中有一张应该就是温老师自己 作为一个人物观看的远方 这是 只有这一张是有您的对吧 对对对这个是我的家人 对对应该我猜也应该是 还有您的两位女儿是吧 那我记得好像 我记得好像 您以前的就是 像奇强的那些作品里面 好像没有出现您自己是吗 没有 没有看过全部 但我好像看了很多 都好像没有您的 那这次突然有您 你能不能讲一下 这个是为什么这样子 是一种很特异的安排 以上是 好的 这个是 でしょう